嗨 欢迎来到Gene's Camon Live 那今天的话整期视频的话 我会决定就在外面给大家录制 那首先的话这期视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关于这个无线麦克风的内容 还是无线麦克风 因为最近这几个月的话 收到的需要测评的无线麦克风产品比较多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比较特别 那么它是来自我们国内的一个品牌 是Fundi这款麦克风 那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牌子 因为我知道之前有很多人是在使用 Fundi的Blink 500这款麦克风 那他们现在出了900这样一款产品 Fundi Blink 900这款麦克风 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这期视频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这边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这期视频整个的收音 我完全是使用这个Fundi Blink 900 来为大家录制的 那首先从外观上的话 它这一次的改变比较大 那之前卖的非常好的这个Fundi Blink 500的话呢 它是比较长方形的 那这一次的话它做成了更小的体积 是正方形的这样一个体积 而且它加入了这个液晶屏的这样一个显示 那所有的这些参数或者调节任何东西的话 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展示 那非常方便使用 那另外的话这一次它采用的是 2.4G的这样一个传输的频段 那效果怎么样 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相信是非常好的 那对于这款麦克风来讲的话呢 这一次它采用了一些比较先进 比较一些比较高端的设计 那比如说你并不需要去调节这个麦克风的音量大小 那当然你可以改成手动模式去调整它的这个增益 但是你可以切换成自动 那自动模式下的话呢 那声音大小它会有它自己的一个判断 那比如说你说话声音比较大 那现在我说话声音就比较大 它会去控制它的这个音量大小 还不至于报音 那声音比较小 它会自动增大它的这个增益 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另外这款麦克风的话呢 它实际上你是可以用在相机上 可以用在手机上 可以用在电脑上 那比如说你购买了这款产品之后 它里面有这些传输线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所以你要怎么使用都是可以 和什么设备连接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的话它的包装里面 它采用了一个充电盒 那这个充电盒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怎么讲 因为很多厂商设计的这个 给无线麦克风充电的这个充电盒 它只是一个充电盒的设计 而这一次这个封迪的Blink900的话呢 除了充电之外 你是可以在里面放 比如说一些连接线 这些小配件的 那样这样的话 比如说你出门 你只要带这个充电盒就可以 你不需要再把线什么的放在另外一个包里 而关于这一次它的充电 它的这个充电盒 你充满了之后的话 最长你使用这个麦克风 可以用到六个小时这么长 那另外的话充电盒可以整个循环你的充电三次 那所以三六就是18个小时的总共使用时间 而充电盒的电量也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在充电盒的侧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电量剩余多少 那这样的话你只需要每次充电之后 你有很多其他厂牌的这个充电盒的话 你充满了之后它会有提示 但是你要去检查充电盒有多少电 是没有很好的一个显示的 所以这个做法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选择 那风迪Blink900很好的一点的话 你可以像我这样 把这个发射端就这样放在你的衣服上 这样去说话的话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如果大家不喜欢把这样一个大的 这样一个发射端夹在衣服领口的话 你可以选择它们里面配的一个这个 咪头小咪头 那你把它放在你的这个比如说兜里啊怎么样 然后你把这个咪头连接到你的这个领口 就是很小这个麦克风就这样可以去做 那你购买的时候它也是在里面的 那另外这款产品的话你收到的话 你会有这个选择就是一拖二这个选择 你有一个接收端有两个发射端 也就是说你可以同时 比如说我现在在做一个采访 那我旁边可能有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回说话 同一个接收端收两台这个发射端的音 再来就是你可以把它设置为单声道或者是立体声 那对于立体声收音的话 比如说还是同样采访的这样一个设置 你在采访某一个人比如说我旁边有一个人 那我可以在我说话的声音把它设置为左声道 他说话的声音放成右声道 这样录制的话会更有这个临场感 那当然像我现在一个人在使用的话 我只需要单声道就好了 这样的话你听到的声音就是整个从你的 如果你戴着耳机 从你的中间出来的 如果你要去有很有临场感的话 可以把左声道分开录制 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传输距离了 那传输距离和这个信号接收对于麦克风是非常非常 特别是对于无线麦克风是非常重要的 官方上面显示的是 它的这个传输距离可以有200米这么远 那实际效果如何呢 因为我现在离这个麦克风的接收端 也就可能就一米左右 那我现在在的是一片夏天是足球场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雪 你可能看不出来 那我现在就往后走 那我们走到那个位置的话 大概可能会在150米左右 那大家可以听一下它到底这个传输效果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往后走 那同样我在走的过程中 我会持续的为大家说话 那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开阔 那所以如果是对于传输距离的一个测试的话 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那因为如果你在城市中有一些树 这些阻挡的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带来影响 但是我们测试的话 还是以最佳的一个条件来做一个测试 那我继续往后退 我也会持续说话 那大家可以继续听一下它这个信号到底怎么样 因为有很多麦克风 都是用2.4G这个频段来做传输 但是实际上 我发现有很多麦克风 它的这个传输中间会有间断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封迪的这个Blink900 哎呦我去啊 这个雪也太厚了 那我继续往后走 哇塞 太厚了 好的 那我现在就差不多在一个150米左右的位置啊 大家应该几乎是很难在很难看到我啊 然后我现在走回来 我还是会持续的说话 那大家可以继续听一下它的这个 呃传输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啊 哎呀这个雪也太厚了 好的是 冬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三月底的话 蒙特利尔的冬天几乎就快结束了 这是一个 没有春天和秋天的城市 冬天一过 马上就直接转跳到夏天 是没有过度的 好的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听见我说话 那对于这个收音效果 大家可以做一个自己的判断啊 那另外的话呢 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它的这个防风罩也是有配偶的啊 那所以的话如果 呃像现在我在户外的情况 有刮风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这个防风罩加上啊 那这样之后的话 就可以阻挡阻挡掉很多的这个 风的这个声音 那大家觉得它这个传输的信号怎么样呢 中间有没有间断呢 我是没有做任何后期处理的啊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还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整期视频 我现在都是整个是用这个 风迪Blink900来做录制的啊 就是没有任何的修改 没有做任何的后期啊 就出来直出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边也要跟大家就是说 喜欢看我频道的朋友 可能会发现最近有很多的麦克风测评啊 那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都会是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啊 它有哪些缺点 但是目前来讲 对于这个风迪的Blink900的话 呃第一个它的价位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品质在这个地方 所以的话我觉得用下来 呃我是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它也没有给我任何的付费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就是收取任何的费用啊 因为我只是想测试一下这款麦克风而已 那所以的话全部都是我的切身感受 没有任何的利益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 所以这个麦克风音质怎么样 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么一堆东西啊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在意这些参数呀 这些乱七八糟的 因为很多人也不懂 我也没有那么懂 我们在意的就是它直出录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那现在你听到这个效果怎么样 就是你实际使用中会出现的效果啊 那我也是把所有的手动模式全部换成了自动啊 这样的话使用起来 懒人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啊 比如说我这种人啊 那这期节目的话基本上就这样 那如果你会对这款麦克风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就去选购一下他们的产品啊 那对于风迪这个牌子 他们也有很多其他的麦克风产品 你都可以做一个选择啊 那我们就下次节目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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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